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5月5日,上午的6点钟左右 我的嗓音有点问题,所以如果我中间有咳嗽或者有断序,请大家原谅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上次开始谈的一个论顶的话题 叫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构 准确的说应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全球新秩序的重构 上次我们讲了俄罗斯问题 今天我们讲中国问题 我们在上次的时候讲到啊 俄乌战争它出现是有一系列的背景的 那么我们在上次以及之前的多个视频里也讲过 对西方世界来说 抱歉,终极的威胁是中国 那么中国呢 不喜欢它的你可以把它叫成世界首恶 喜欢它的呢 可能说这个是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缔造者 Anyway,主要矛盾 双方都同意 世界的主要矛盾呢 是西方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与中国之间的矛盾 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文明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矛盾 这是当下的世界的一个终极矛盾 或者说最深层次的最根本的矛盾 那么我们上次呢 谈到了俄乌战争 那俄乌战争呢 它会不会不了了之呢 我认为不了了之的可能性极低 几乎为零 因为即使美国国内 它的内政因素导致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欧洲也不会放弃 即使欧洲因为某种我们目前完全不可知的因素 放弃援助乌克兰 也就是说 可能出现了某种意外 我们现在看不到 那即使这样 乌克兰自己也不可能放弃抵抗 何况 欧洲放弃乌克兰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俄罗斯输掉俄乌战争的这个前提下 讨论一下中国将如何面对这个结果 世界将如何处理于中国 这个已经被普遍的认为 或者普遍的能够确定的 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给予了关键性支持的国家 用布林肯的话说 俄罗斯目前的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和速度 甚至比冷战时期都高 俄罗斯是怎么在一边陷入战场的困境 一边受到西方金融制裁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的呢 布林肯很直接的给了我们答案 对吧 因为中国的支持 最近呢 美国也在出台一些 对中国的制裁 欧盟其实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那我们当然选择相信这些国家给出的这些信息 因此呢 我们现在谈到中国支持俄罗斯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用假设的用语了 以前我们都是用假设的用语 现在我们不需要了 它就是个事实 也就是说 中国作为俄罗斯的盟友 在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眼里 他就是帮凶 是不是元凶不好说 但是帮凶这肯定是坐实了 那这也已经是事实了 什么是已经是事实呢 就是已经被公众所知的 或者说我们在程序上 已经认定了它是事实的 在被公众所知之前 程序上认定之前 它未必就不是事实 但是公众不知道吗 那么始于中国武汉的 2019年实际上是2019年到2022年的 全球的广泛传播的疫情 它是一只已经落地的靴子 它始于中国 可另外一只靴子还没有落地 另外一只靴子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落地 什么时候落地 我们还不知道 这只靴子是什么 就是疫情的溯源 我们上次也谈到了 那么这只靴子的杀伤力 我认为比支持俄乌战争还要大 就是如果说西方社会坐实了 疫情的来源有些不可告人的原因的话 不管你是人造 你还是泄露 不管是什么样的 只要这个原因 你当时是隐瞒了 那么中国要承担的罪责 比今天他支持俄乌战争的这个罪责还要大 当然前提是 如果能够查证出 那个不利于中国的结果的情况下 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是有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中国毕竟已经蔑视了 大部分可查证来源的证据 这也就意味着 当有人提出 那个不利于中国的疫情起源论的时候 其实中国也没有证据去反驳 那个时候 世界人民怎么认为呢 认为谁说的是对的 那就只能凭各自的人品和信用了 你说是中国政府的人品和信用好 还是西方世界的人品和信用好呢 那各自去评价吧 那这笔账怎么算呢 如果被查证了 数十 那这笔疫情的账怎么算呢 我觉得除非不算 一旦西方与中国开始算这笔账的时候 一定是一起算 什么叫一起算 疫情的账 支持俄罗斯的账 芬太尼的账 政府补贴 补贴进行倾销的账 都要一次算清了 那如果要是这些账一起算的话呢 它这个冲突啊 一定是个全面的冲突 剧烈的冲突 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冲突一开始就是剧烈的 这意味着在这场冲突的过程当中 西方寻求的结果将是一种不倾向于妥协的结果 不倾向于妥协意味着它是一个零和博弈 必须有你死我活 那从拜登当选后制定的策略来看 我们也讲过2020年 2021年 我们讲过好几期啊 关于拜登政策的分析 从拜登的这个政策制定来看呢 美国的定调是一个100年的博弈 80到100年嘛 它叫世纪的博弈 那从生命力来看呢 显然美国和西方社会 再活100年 应该问题不大 至少这个概率呢 是高于中共政权的 当然这是我主观的一个看法 因为中共所面对的系统性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每一个风险都是核弹级的风险 大家也必须理解 即使它是核弹级的风险 它也有不报的概率 因为概率呢 没有零也没有一百 我们只能说 它这个风险是极高的 它这些雷 爆的概率是极高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共一定挺不过这一百年 虽然我认为 中共走过这一百年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们多说一句 中共没了 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变好 因此呢 我要给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设定一个范围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中国作为全球秩序中一个个体 一个因素 一个颗粒的情况下 文明世界如何解决中国问题 而不是解决中国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问题呢 就是如何解除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威胁 什么是解决中国的问题呢 那就是要使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走向文明 那前者是不包括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的 但我认为前者非常有可能是解决中国内部问题 也就是让中国走向文明的一个前提 但我们今天的讨论呢 更多的呢 我们不是站在 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华人 如何解决中国的问中国的问题 如何解决中国文明进步的问题 我们不是站在这个角度 而是站在一个全球秩序和文明世界的立场上 讨论如何解除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威胁的问题 不是我们不关注中国的文明的升级 也不是我们冷酷无情 不在意中国人的死活 而是我们不能没有边界的讨论问题 当下我们不讨论 不代表我们不关心吗 是吧 我们只是想更真实的 或者更贴近真实的 有限范围的去讨论一下中国与文明世界博弈的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就要先看一看 什么样的中国对文明世界是没有威胁的呢 最好的状态 当然是一个与文明世界一样文明的 可以与西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中国 这样的中国它的强大对人类是有利的 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 或者说1980年代到2010年代这30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呢 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 这个大家都知道 也呢 给了中国很大的宽容 大家也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西方有这种期望 他期望中国经济好了 中国人富裕了 就可以实现民主化 我们叫政治改革 也就实现了文明化 然而呢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啊 几代中共领导人 在这个政治改革的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坚定的 也是非常一致的 那就是坚决不能改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其实已经放弃了这种期望 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布林肯 在2022年5月 2022年5月份的时候 他在华盛顿大学发表对中国政策讲话的时候 提出的一个两个不寻求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 什么是两个不寻求呢 是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 不寻求与中国开展新冷战 我记得当时我还给咱们的网友解读过 布林肯所说的不寻求改变中国政治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啊 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向中共的示弱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几个人愚蠢的认为 拜登政府对华是懦弱的 你可以认为他不够强硬 但他谈不上懦弱吧 对吧 布林肯这句话 他其实等于判了中国或者中共的死刑 他的意思 我当时给大家解读过 他的意思简单来说 就是你自己等死好了 我们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 再来帮你实现文明的转型 再来等你实现政治改革了 我们认为你就这样了 你改不了了 什么是不寻求于中国开展新冷战呢 那是因应当时 当时也包括现在 因为当时和现在的国际形势没有大的改变 因应当时的国际局势 的确没有时间来处理中国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寻求不等于逃避 我不寻求欺负你 这意思不是我 不是说我怕你 更不是说你欺负我了 我不还手 不是这个意思 那更深层次的说 美国已经失去了 对中国走向文明的耐心和信心 这就意味着 美国不会寻求主动挑衅中国 但是一旦面对中国的挑衅 它下手是不会留有余地的 这是美国人的特点 也是美国的历史上的经验 通俗的讲 它就是一种牛仔精神 大家应该看得到 直到今天 美国社会对使用暴力维护正义 甚至对暴力本身就是正义的认可程度 咱们先不说它好坏对错 但是它的这种文化 对暴力维护正义的这种文化 它的认可程度 是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 你们看看好莱坞大片是演的都是什么 对吧 好莱坞大片有多少是演宽容 战胜了这个就是没有佛系的吧 佛系的好莱坞大片是很少的 最终还是绝对力量和智慧 战胜了邪恶 对不对 而且有很多法外执法 法外争议 这是最好的体现 你再看看美国社会的持枪文化 全世界有第二个吗 没有了 所以这些都说明 美国社会的文化 它不是那种懦弱文化 它是一种牛仔文化 那再排除了短期内 中国自己走向文明转型 就是政治改革的这个可能性之后 一个对文明世界没有威胁的中国 它就只可能是两个样子的 一个样子是它强大 但没有攻击性 这样的中国 它的威胁是可被接受的 有点像当年的普鲁士 就是匹斯迈时代的普鲁士 那这样的中国 它的威胁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以被忍受的 是有缓冲空间的 但是遗憾的是 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 那中共在领袖的指挥下 亲自指挥下 是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这个路线 毅然决然的通过各种方式 向西方世界 尤其是向美国发起了主动的攻击 在展现它的攻击性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的 就只剩下军事打击了 也就是说 所有的攻击模式 我们都看到了 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攻击模式 唯一没有看到的 就是它直接 像伊朗一样扔两颗飞弹 这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 可能这也是最后的底线 和遮羞布了 我们后面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军事问题 因此 我觉得在美国和西方看来 一个对世界没有威胁的中国 就只能是 也必须是一个弱小的中国 而这个中国 弱小的中国 它内部有多乱 它内部有多大的 人道主义危机 我坦白的讲 咱们中国朋友们 就华人朋友们 无论你是生活在海外的 还是生活在国内的 我觉得你们都不能天真的认为 这在未来会是世界 或者西方世界 一个首要考虑的要素 它不会因为你内部有多乱 而放弃对你的打压的 无论你在情感上如何不接受 我们在立场上来看的话 站在立场上来看 当年的美国向日本扔两颗原子弹的决定 它就是对的 日本人惨不惨 惨 这两颗原子弹的对不对 对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代价 今天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 现在按政治正确的说法 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 我承认它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 我认为人命也是可贵的 但是如果你让我来说 它也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至少它是必然的 Consequence 结果或者说因果 你不种那个因 你就不会得这个果 日本人不种它二战时候的因 他就不会遭两颗原子弹的果 加沙人不种哈马斯的因 他就不会遭今天以色列入侵哈马斯的果 同样你中国不去种 1949年以后到今天所有的因 你就不会招今天到未来所有的果 包括最近的这个梅大高速公路 我们单独开视频 有时间的话 我们单独开视频来聊一下 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 我们站在文明世界的立场上 我们用排除法的方式 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可以知道 就说这个判断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就是说西方或者说文明世界应对中国的方式 它就只能有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让中国变弱 这个结论我不是第一次说了 最近几个月 我应该提了好多次了 那我曾用过一个数字 就是假设美国对华的打击目标 在经济上是指 是使得中国的GDP降到2018年的40% 或者降到同期美国GDP的40% 其实两者是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就用后者 后者容易理解 就是降到美国同期GDP的40% 这就是一个可量化的指标 经济指标对政策制定者和游戏参与者都非常重要 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它是可衡量的 可量化的 而可衡量可量化是可实现的一个前提 你制定一个指标 你不可衡量就谈不上实现的了 对吗 那政策制定者是谁 我们很容易理解 他是国家的统治机构 统治者们 那谁是游戏的参与者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关心不关心政治 无论你想不想参与 你都已经参与在其中了 你不得不参与 因为你不得不承担这场游戏的后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这个后果 只不过承担的程度不同 那这场游戏呢 就是我们上次开始讲的 通俗表达为世界大战的一个游戏 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变了 也将跨越更长的时间尺度 我们讲了可能是一个世纪 在经济上的竞争啊 我们都好理解啊 就是在经济上 科技上进行制裁和封锁 这是主要手段 那目前看呢 也是这么做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谈的 就是还没有被大众所关注到的 或者说没有发酵到 让普通人都体会到 他已经在进行时的军事层面的 一个对抗和竞争 我记得在某一次节目中 我谈过一个我的观点 那就是中国和美国啊 或者说中国和美国的盟友 他在南海产生第一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是要远高于在台湾产生第一次冲突的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 但是这个怎么表达 就是这里的美是包含了美国的盟友的 就中国就是中国 对吧 中美之间的冲突 第一次爆发 大概率是爆发在南海 而不是台湾海峡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的盟友 这也是事实上 他也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第一次军事冲突 不一定是中国入侵台湾 这是因为呢 如果不控制南海 你就没有办法赢得一场台海战争 那么对冲突的任何一方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不控制南海 你也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台湾 所以无论是中共想武统台湾 还是盟国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想保护台湾 他都必须要先取得对南海的控制权 所以南海才是下一个火药桶 而不是台湾 台湾可能是导火索 但是真正的火药桶是南海 我记得以前我讲过 这得是两三年前了 可能是啊 我记不清了 大家都知道 在奥巴马后期 其实美国就已经开始谋划将军事战略 从中东向亚太转移 2018年的时候 2018年为了应对向南海和印度 为了应对中国向南海和印度洋的扩张 同时他还有个目的 就是把印度中国主要的陆地敌人 纳入到他的盟友范围内 所以美国就在2018年 将在1947年成立的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更名为印太司令部 通过更名 美国希望展示 他在印太地区的持续承诺 并确保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 与外交政策的一致 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扩张 并加强与区域盟友的合作 我刚才这段话是读的 某些讲话的原话 那我们不能完全确定 未来中美在南海的冲突中 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术战略 其实我可以猜 但是你猜的东西 它毕竟不那么专业 是吧 而且我们有另一种方法 我们能了解 中国到底想怎么打这场仗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对手的应对战略中 我们看出一些端倪 尤其是我们可以从美国这样的 就是信息非常公开的这样的国家的战略当中 看出他的对手 就是中国到底想怎么做 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在印太地区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 他的应对策略就可以折射出中国对美的军事策略 所以我阅读了很多的材料 这个不是过去这两周 这是从18年以来 持续 我其实在这个领域我是持续跟进的 只不过这个领域过于专业 他平时不是他你想18年就开始了 实际这个布局比18年还早 是11年12年 你就有布局 那你说今天也是2024年 他不是热点 不是热点的东西 在自媒体上讲 其实意义不大 所以我也很少提 我就把我自己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的军事策略 我总结了几个点 分享给大家 我认为这些点是值得关注的 而且是有特点的点 第一是美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升级了盟友的武器库 美国在2018年以后 他非常明显的加强了与亚洲盟友的关系 这表现为美军获得了更多的基地的使用权 有更久的更多的驻军 以及更深入的和更频繁的情报合作 还有联合军事演习 同时美国为该地区的盟友 大范围的升级了他们的武器 尤其是应对弹道导弹攻击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 这个大家都清楚吧 尤其萨德系统其实闹得还挺热的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其实美国或者美军认为 中国在该地区 它是有多个攻击选项的 它不是一定要攻击台湾的 而且它的攻击选项是带有随机性的 之所以带有随机性 是因为中国发动第一轮打击 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 或者只是因为某个借口 而发动了一个随机性打击 比如因岛屿问题打击菲律宾 或因钓鱼岛问题打击日本等等 这也说明中国是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的 这是最可怕的 这与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制度有关 目前什么政治制度 我们简称为一尊制度好不好 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好了 我们还能从这一点上看出 美军的判断是来自中国的第一轮打击 大概率是中远程的弹道导弹的攻击 而不是直接的海战 不是直接的海战 第二个点 美军在印太司令部成立之后 它也加强了美军自身在这个地区的防御能力 和远程打击能力 包括在印太部署了F22 增加了F35 增加了核潜艇 包括攻击型核潜艇SSN 和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 它不但自己部署了核潜艇 还建立了基于核潜艇合作的 大家都知道的AUX 对吧 而且AUX联盟我认为大概率 它事实上是纳入了日本和台湾的 而且它还有什么呢 就是在关岛还部署了全球独一无二的 B2隐形战略轰炸机 那么我们从这些事实上就可以看出 美军认为在这个地区取得两个优势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两个优势的特点都是 它不是用来防守的 它是用来进攻的 一个优势是绝对的制空权 第二个优势是绝对的有对你中国本土的远程打击能力 而且包括了核打击能力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为了应对 就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 就是这种大国强国发生的空战 美国空军其实在2010年代之后 就开始构建一个新的空战理论 我记得我跟一些朋友还交流过这个空战理论 它叫穿透性制空 或者说叫取得穿透性制空权PCA 那这种理念呢 在应该我记得是在2010年之后 才逐渐的成型的 它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呢 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防空能力 增长的当时增长的太快了 因为大家看到了美国打了两次海湾战争 觉得防空很重要 所以包括S-400 这种防空导弹系统 就部署的越来越多 所以美国空军就考虑到 我要应应这种环境 我怎么去作战 所以美国空军就意识到 它需要新的隐形战机和无人作战系统 穿透敌方的防空网络 确保自己的空中力量的自由行动 那就产生了所谓的穿透性制空权 穿透性制空权在2020年之后 它与美国另外的一个空军的计划 叫空中优势计划 它就组合在一起了 融合在一起了 它是目前美国空军用于指导 未来战斗机发展和空军战略的一个 指导性理论 那美国空军为了验证这套战法 它就做了很多的演习 而这些演习 据我所知 绝大部分是针对印太冲突的 也就是针对中国的 尤其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空军的主要的 主要的假想敌了 那么这套战法的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通过这套战法的特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讲的折射出 美国人是怎么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的 首先它第一个特点 它就是要广泛的使用先进的隐身技术 可以在敌方的防空区自由的进出 也就是美国人的这套战法 它是要打进来的 它不是要防你的 它是要打进来的 第二个特点 它要大量的使用无人机装备 和有人驾驶战机的协同作战 很多人 他只看到了大江 这民间无人机 它是很厉害的 我可以 我不能负责任的说 我是猜测的讲 在无人战机领域 美军要领先于中国一代以上 在无人战机领域 这是由于历史积累 经验积累和技术积累导致的 大江它只能代表民用无人机的水平 廉价无人机的水平 甚至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 我们看到土耳其的无人机的使用 比伊朗的就要强很多 那伊朗的无人机技术来自于哪里 那还用我说吗 是吧 所以第二个特点 它就使用大量的无人设备 与有人战机的协同作战 美军这里指的无人设备 与有人战机的协同 可不是像我们现在在乌克兰看到的 简单的放个无人机扔个手雷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真正的人工智能化的协同 第三个特点 就是美国空军 它要强调的是多余联合作战 什么叫多余联合作战 就是强调于其他军种 第一个维度 其他军种就是我自己的 其他军种 比如空军与海军 空军与海军陆战队 空军与陆军之间的配合 第二个维度 与盟国军队的配合 盟军的配合 比如说与菲律宾的军队 与日本的军队 与韩国的军队 与台湾的军队怎么配合 第三个维度 是要整合从太空到空中 再到地面 再到网络的多层次的打击体系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可以认为 是从高空到低空 再到地面 再到网络 多层次的打击体系 这是基于美军 它的制电磁权考虑 或者说我们叫 制信息权的考虑 它要取得的是一个 绝对的制电磁权 制信息权 这个优势 我们在谈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不止一次的讲过 乌克兰战争的表现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 制电磁权 制信息权的重要性 而且我们看到 美军 北约部队 在这方面的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 那是压倒性的优势 那么第四个特点 是高精度打击能力 那这个呢 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很多人对什么有误区呢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 饱和攻击 和高精度打击是矛盾的 不矛盾 实际上包括很多中国的 军事领域的专家 他们没有真正的 见识过战场的场面 没有真正的理解 美军的战法 所以他们所使用的战争理论 是很落后的 而这个落后的战争理论 会导致他在武器开发上 走错路 走弯路 中国目前所认为的这种 饱和式攻击 你看这些所谓的将军们 专家们出来一讲 都是什么 都是俄式的 什么是俄式的 我几百颗导弹攻击你航母编队 我几百颗导弹 打你一个战略目标 这叫什么 炮海战术 导弹雨战术 对 伊朗最近这不是给大家表演了一下吗 三百多个空中攻击飞行物 取得了优异的零的战果 这就是俄式的饱和攻击的战争理论 他过时了 他在无制导武器的时代 可以 什么叫无制导武器 二战的时候 大家都是打炮的 打远程的榴弹炮 可以拼的是谁炮弹多 但你对付美国这样的军队 你这是完全不靠谱了 美国人的所谓的这个饱和攻击 是怎么去做到的 是通过高精度打击能力做到的 你用三百个导弹打我的航母战斗群 你未必打得到我 我用三发导弹打你的航母 我要确保打沉你 确保你所有的系统反应不出来 你就是饱和了 我就是饱和攻击 这是美国人的饱和攻击战法 通过高精度打击来做到 那么打得准 它其实就包含了两层要求 第一层是我要打得准 第二个是我要打得到 对吧 我瞄得准打得到 而想实现这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要有绝对的制电磁权 制信息权 那第五个特点 就是先进的网络与电子战 还是制电磁权 制信息权的范畴 但是它更强调的是 对网络的攻击 我要让你的指挥系统 你的观测系统瘫痪 甚至我有必要的话 要让你的民用系统瘫痪 第六个特点 先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 它强调的是通信的整合能力 就是信息的交互的整合能力 那你比如说这个特点 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呢 这就意味着啊 就是美军认为 在有必要的时候 它要接管 或者它要把盟军的战机 接管过来 也就是说 它要接管战场的控制权 由美军直接指挥 我举个例子 直接指挥菲律宾的战机 怎么配合美国的战机 去打一场空战 直接指挥台湾的战机 怎么去配合美国的战机 或者相互配合 去打一场空战 它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空军的思路 它是奔着打一场什么 全面战争去的 它不是要跟你小打小闹的 而且美国空军这个思路啊 用一句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话说 它的思路就是开战即决战 它要抱着这个理念 去跟你打的 是要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 其实美国海军的思路 也是一样的 海军在印太地区 常驻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而且需要的话 至少还可以再增加两个 那除此之外呢 美国正在协调更多的盟友 参与到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日本至少可以提供 两个轻型的航母战斗群 英国还可以提供一个航母战斗群 其他国家虽然不能提供航母 但是是有能力派出辅助舰支的 你说这是奔着小打小闹去的吗 不是 美国的空军海军美军 它做的准备是打一场大仗的准备 而且是抱着这种 人家是真正的抱着 开战即决战的 这个信心 这个信念去达到 那第三大点呢 我们再聊一聊 因为我刚才谈到了几个小点 这里面我就把它当大点 第三个大点呢 我们聊一聊美国的海军驻战队 承担印太地区地面作战任务的 是美国的海军驻战队 这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就说在印太地区 其实美国是没有登陆中国的计划的 没有入侵中国本土登陆的计划 为什么 有很多中国人说美国要占领中国 你闹呢 占领你有什么好处啊 占领你得花多少钱啊 你值得被占领吗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中国这960万土地将来会有一天求着 求着美国人去占领的 我先把话料在这 你值得被占领吗 占领你干什么 搁你的韭菜 有意义吗 你的人民好管理吗 管理你得死多少脑细胞啊 得得费多少美国纳税人的钱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朋友的思维方式啊 很搞笑啊 很搞笑 那这个既然是以打海空战为主 没有打算登陆占领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海军陆战队的事呢 而且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改革力度 其实是在四个军种啊 现在五个军种 包括太空军 五个军种 六个军种 还有海岸警卫队 也不对 七个吧 还有国民警卫队 啊 所以开玩笑了 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美军的改革里面 它是走在前列的 它是改革力度最大的 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传统 也是最最怎么说 最朴实的 或者说最接地气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美国所有的军事组织里面 最tough的一个 就是他们最实用主义 那么他们充当的是美国未来与中国在印太冲突的尖刀 他们是压力最大的 最前沿的部队 为什么 为什么一支陆战队会成为一个空海战的最前沿的部队呢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改的 也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从建制上陆战队进行了化整为零的战略 组建了很多小型的战斗群 比如大家熟悉的叫滨海战斗团 和在滨海战斗团之下还有更小的战斗组织 比如说滨海侦察部队 滨海物流部队 保障后勤的 但是你可不要觉得滨海物流部队没有战斗力 可不是 陆战队的物流部队 那是要在顶着敌人的枪林炮雨之下作战的 保护物资的 那是更有战斗力的部队 所以他与人员的化整为零的相匹配的是什么 他把基地和装备也分散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会遭受到中国的保护攻击 也就是人家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 真正的在做准备 你中国做准备了吗 没有吧 至少广州 上海 杭州 沿海这些城市 好像该干什么 还是干什么呢 是吧 那第二个特点 装备的一个转变 装备思路的转变吧 因为思路变了装备才会变 美国陆战队呢 海军陆战队 陆战队淘汰了坦克 这种传统的重型武器平台 那也大量的削减了传统的这种火炮的数量 这些坦克火炮现在就正在运往乌克兰 这都是陆战队不要的东西 他反而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 包括无人机 无人陆地平台 无人海上平台 无人潜水艇平台等等 而且他们都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做了AI化的处理了 也就是说这些无人装备是有AI的加持的 同时他也增加了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 最明显的一个武器的装备 海军陆战队就是说海军陆战队军事理论变革之后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装备 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显神通的海马斯系统 可是大家知道海军陆战队这个海马斯系统是怎么用的吗 可跟乌克兰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陆战队的这个海马斯系统是配给他的滨海战斗团小型部队 为了夺岛首岛作战 为了海战来使用的 有意思吧 为什么 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海马斯系统 它是个满配版 它是干嘛用的 它是能够让陆战队的小型作战单位 依据小基地或者小型岛屿 甚至一个小的岛礁来快速部署这套系统 去打对方的航母战斗群的武器 它可不是打战壕用的 不是打俄罗斯军火库用的 它配的是能够打300公里的战术导弹的 满配版的海马斯 而且他们的运输方式是可以用运输直升机 带着海马斯满天飞的 其他国家做得到吗 做不到 那么第三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说明的是什么 海军陆战队在未来的印太的中美军事冲突中 它的作用 那是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在他把这套战法拿出来之前 我想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理论研究机构 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陆战队将来在海战当中可以用来打航母 我想他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海军陆战队就要干这个事 我在未来跟中国的海战当中 我不但要首岛攻岛 我还要直接参与到海战 我要根据因为印太有这个特点多岛屿 我要依据这个小型岛屿 你发现不了我吗 对吧 我这个一个团的兵力 对这么一个大洋来讲 太平洋来讲 印度洋来讲 很难被你发现 我部署七八套的海马斯系统 那就是几十辆卡车 你是很难发现的 我要打你的航母战斗群 这个胆子多大 这个想象力多丰富 问题是他真的是可实现的 你不服他行吗 不服高人有罪 第三个特点就是说与盟友的合作 海军陆战队 他也在积极的加强 与盟国军队的协同训练 最明显的就是与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 和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协同训练 其实还有台湾 它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说在未来的战争中 谁会是这场战争的 这个就是说 谁会是盟军的指挥者 或者说中国如果跟台湾发生了军事冲突 或者中国跟日本发生了军事冲突 中国跟菲律宾发生了军事冲突 对方是谁来指挥的 显然是美国来指挥 所以无论中国在这个区域 跟任何一个美国的盟国发生军事冲突 那也就意味着 它是跟美国直接发生了军事冲突 因为美国会出手接管这场战争 这是我们从这几个特点中看到了 那第四个海军陆战队的特点 就是说它也在强调多余作战的联合能力 那我说海军陆战队的变革有趣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它是美国的一大军种 它可不是中国的只有两个旅的 隶属于海军的海军陆战队 如果说美国陆军是世界第一强的陆军 那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一定是第二强 而事实上海军陆战队认为 他们才是世界第一强的陆军 美国陆军只能排第二 那问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是一支不但是世界第一强 或者第二强的陆军 它还有一个能排的进去世界前五强的 自己的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的空军部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拥有超过70个 超过70个飞行重队 这是多大的一个部队 它可不是简单的一个一个旅两个旅的那种小海军陆战队 对吧 所以说陆战队要在印太 特别是在南海跟中国打仗 打什么仗 就是我觉得它有趣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这么大一个部队要跟中国在南海打什么仗 打游击战 你不觉得可怕吗 这么大的一个部队要在太平洋上跟你打游击战 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非常重视中国这是对的 中国是个强敌 绝对是要强过俄罗斯战争潜力方面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么有实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豁出去了 坦克都不要了 我改变我整个的建制 我改变我整个的装备 我要在太平洋上跟你打游击战 打当年跟日本人在太平洋上打的那种艰苦的战争的那股 那股很劲拿出来了 这是我想表达的 就是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我们看一支军队的文化 要看塑造它的是谁 也就是说这支军队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跟它的对手主要对手有直接关系 美国陆军的主要对手是在欧洲战场和非洲战场上的德军 所以美国陆军的特点 你跟他们接触过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贵族味道还是相对浓一些的 就是人比较文明 或者说比较规范 讲究大集团作战等等 讲究协调 讲究配合 海军陆战队是谁塑造的 是日本鬼子塑造出来的 那是地狱里出来的一支部队 太平洋战争 如果大家感兴趣看看电视连续剧 兄弟连 兄弟连里面就讲了典型的美国陆军的特点 而太平洋战争就讲了典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点 到今天为止 海军陆战队的训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还是要把士兵搞得极其暴躁 就让他们始终处在一种愤怒状态 甚至是一种暴怒状态 这是一支非常非常tough的军队 这样的一支军队 这样一支玩命的军队 他要去跟你打游击战 你中国的海军陆战队 有这个信心吗 有这个能力吗 有这个勇气吗 没有 因为中国军队跟美国军队 或者说中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 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间的差距 就好像幼儿园和大学生的差距一样 完全没有比的地方 第二个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什么 就是陆战队的军事理论的变革 他很冒险 他是一种拼刺刀的思路 他放弃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大型装备 他为了灵活 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在敌后渗透 在敌后打游击战 他放弃了这些 我们在今天看来 在陆战战场上仍然有效的重型装备 但是我不建议其他国家的军队去学他 因为你学不来 你没有他那么绝对的综合实力和高超的技术 你是没有的 你也做不到 仅仅运输这一项 没有人能跟他比 就是运输这一项上来看 连美国陆军都比不了 他的灵活性 他的运输能力 就是在大洋上的运输能力 是没人可以比的 所以别人呢 你也别学 所以我们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 美军的预判是 一旦南海发生冲突 中共军队呢 也不会止于海战 因为他有首导的这种战术 就意味着中共他有夺岛的战术吗 他一定会夺岛 而这个夺岛的最大的目标 肯定是台湾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认为台湾不是一个最可能的目标 或者说不是最优先的目标 从美国海军陆战队 印太司令部最近的部署也能看到 他们认为菲律宾是最容易 最可能被攻击的目标 或者最优先被攻击的目标 或者其他的小岛 而不是台湾 我们从这些美军的公开信息呢 我们可以反推和总结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策略 我们觉得啊 首先中国是在等待和寻找对美开战的时机 目的它是单纯的 也是疯狂的 就是我要争霸吗 我要当老大 对吧 这个目的 你说它确实不复杂 它就是单纯的 第二呢 是中国认为 对美要么不开战 要开战 就是决一生死 其实双方都是这么认为的 区别是呢 中共赌的是它赌上了一切的好赌 老美 人家就算输了这场战争 人家可以回到北美洲 欧洲还是它的地盘 北美洲还是它的地盘 但中国输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也确实看到呢 中国做了一些 增加自己砝麻 降低对方砝码的这些举动 就是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嘛 你比如说俄乌战争 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吧 因为中国也觉得 这场战争呢 纯凭实力 目前可能还打不赢 啊 这个领袖不是说了吗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所以现在呢 这个要为江山去赌一赌了 赌谁呀 那就赌赌人民的福祉呗 14亿人的福祉 就是领袖的赌注 第三个 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的 就是中共 他认为开战的地点 应该是南海 开战的方式 应该是远程攻击 开启的海战的方式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 令人担忧的事实啊 就是说 原来2012年的时候呢 这场战争只是可能性 大家觉得 它有可能性 呃 不是必然性 但是呢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呢 我们看到中美双方都在为 这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 啊 你中国是主动的准备 美国是被动的准备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 如果双方都为这件事去做准备的话 这件事就很有可能发生 因为我准备好了 我总得试一试吧 都有这个心态 这是我觉得很危险 也很可悲的 中国在积极的寻战 那美国呢 在目前 它是尽最大的努力 避免它发生 它避免它发生 不是说它永远要避免它发生 只是说 目前它没有更多的精力 来兼顾到这面 我们就看最近呢 这个国家情报总监 和五角大楼 在国会作证所说的那样 他们都认为 中国在印太的这个崛起 和中美的冲突 是难以避免的 而一旦战争开始 我们都知道 以目前中国的实力 它是赢不了的 我想呢 即使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领袖不知道 那现在他肯定也知道了 但那会不会因为不能打赢 这场仗 他就不打了呢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打 因为领袖和中共的这个策略呢 他是要创造一个打赢的条件 那他就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创造打赢的条件是其一 其二呢 是他们可能真的不完全清楚 输了这场仗的代价是什么 或者说可能他们清楚 但是他们不care 不就14亿人吗 你14亿人受点苦 对吧 我这个几百号人 中国正部级以上官员 300号 400号 500人够了吧 我这么大一个国家 保这500人吃喝玩乐 还是可以的吧 至少我们看朝鲜 这个金三胖 他还那么胖 是吧 朝鲜人一个个 这个瘦的皮包骨头一样 他自己那么胖 他一架三口 兜兜兜兜 是不是都有糖尿病 我不知道 所以独裁的统治者 他是不会真实的去考虑 人民和被统治者的后果的 所以呢 他为了打赢这场仗呢 他就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积极的备战 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朝鲜化 最大限度的压榨老百姓 第二呢 他要做的就是要搞乱美国 那第一个点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中国内政怎么变 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但是第二个点 我们看到无论是TikTok 还是最近的这个 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运动 我只能说我是一种猜测 主观的 他背后都有一些某些大国的影子 那你这么搞下去 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就是你会把本来是积极避战的 至少目前想避战的美国 你逼到他 不得不提前解决你这个麻烦 他忍不了了 那就像当年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美国最开始也没想往日本投原子弹 但是你在太平洋上跟美国打的 这个老美忍不了了 他只能用投原子弹的方式去解决你了 是吧 因为大家对文明 对生命的认知不一样 你认为你那死一万人 两万人 十万人不当个事 在美国死任何一个人 他都是有名有姓的 而不是一个数字 而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国家受到你这么持续的伤害 那他就不得不先下手对你做些事了 而且一动手就是重手 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 因此呢 我觉得如果西方能在经济上把中国打趴下 那这是避免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的一个好的方式 也是唯一的可能性 如果西方不能在经济上把中国打趴下 我悲观的认为 军事手段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项了 所以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身在中国的人来讲 我觉得如果说 你们现在承担的经济上受打压的痛苦 你们觉得不可承受 那我要告诉你们 这还是未来最好的结果 你们是不是会觉得太残酷呢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是英国呀 没有因 哪有这个果呢 对吧 如果西方的军事手段上了 怎么打呢 我前面已经谈过了 开战局决战 打你就要打趴下 美国人玩的是阳谋 大家看得见 我们也不怕别人看见 但中国怎么打呢 我不知道 因为中国玩的是阴谋 但是大概率不会比俄罗斯强多少 如果未来中美的军事冲突爆发 我就奉劝大家一句啊 中共也好 中国也好 能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可能性 是无限接近于零的 当冲突发生时 作为一个文明体中的中国 就作为一个文明体存在的中国 你不管你 你愿意管他叫中华民族也好 你愿意管他叫中共也好 你愿意说我要区分中共与中国人也好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它是一体的 作为一个文明体 一个社群存在的中国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一旦战争爆发 它必将崩溃 而这次的崩溃 将是在未来相当长时间 不可恢复元气的 可能是一百年 也可能是永远 那怎么避免爆发这个冲突呢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就是今天开头说的 布林肯不说了吗 我们不寻求改变你们的政治制度 那要想避免这个冲突 还必须你得改变这个政治制度 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的问题解决掉 你自己去改变你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自己想办法 让自己这个国家走向文明 实行政治改革 这就是能避免冲突的 唯一的方法和可行性 这个可行性极低 但它依然是唯一的可行性 作为中国人 如果你不在改变中国的问题上 付出代价 你将来必然要在中国问题上 付出代价 这就跟今天我们看巴勒斯坦人一样 如果大家了解中东的那些历史 不用太多 从60年代开始了解 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巴勒斯坦人当初没有自己解决好巴勒斯坦的问题 中了哈马斯这个因 那你今天就不得不为巴勒斯坦问题付出代价 你要得这个果 公平不公平 正义不正义 这都是一个现实 我们今天讲了世界大战与世界世界大战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中国问题 啰啰嗦嗦 讲了有一个小时了 但是我何欣祥说的那几句话 还是无法说出口 为什么 太残酷 太残酷 很多人会接受不了 而且政治也不正确 从道德上来讲 它也没有一个好的立足点 但是这些都是事实 现在的事实 也是未来大概率会发生的事实 我说不出口的那些话 有缘人 有心人 你们自己领悟 领会吧 好 谢谢大家 愿上帝保佑华夏 愿上帝保佑我们每个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